眼前这位正在为患者协调治疗时间的老人叫李佳英 今年80岁,是贵州省人民医院的一名高龄志愿者 寄进人堆给患者解难题,给患者指路,帮助患者查看病例 早上9点,李佳英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2002年,62岁的李佳英从贵州省人民医院退休 期间,成立志愿者服务队的想法不断在李佳英心里涌现 8年后,70岁的李佳英将想法变成了现实 在她的号召下,一个由37名退休医师组成的银发志愿者团队成立 在团队成立近10年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稍显劳累 也有不少的老人选择退出志愿者团队 如今团队里的人数也从最初的37人减少到了17人 以前是9点钟到11点,后来因为身体慢慢的老了嘛 就从3个钟头剪成2个钟头,现在一个半钟头 站岗呢,一站出来呢,就得站一个半钟头 主要是跟病人指路和解难 但是这个过程中病人能休息吗? 不能休息 为什么? 肯定不能休息 你既然参加志愿者,你就得按志愿者的规矩吧 如果你要休息,你干脆别来 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李佳音需要不定时在各个大楼走动 在陪同李佳音走动的过程中,借着发现 不断有患者前来咨询 针对每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李佳音都会耐心解答 有时候看到患者未病交集 李佳音还会停下脚步,敞开心扉,宽慰病人 天气炎热,一趟走下来,汗水已经浸透了白大褂 在李佳音的白大褂里总放着一张医院地图 她告诉记者,由于医院在不断建设 自己年纪大了,有些科室的位置记不住 准备一张地图,以便不时之需 都要背下来,她一问哪个地方 有时候记不住,我马上就拿单子出来看 一般的还是记得住的 要求他们背,我们曾经考过试了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就提哪个课在哪个地方 我们要让他们抢答 有时候像这个单子已经不行了 我马上要找门诊办公室重新给我打印 如今,在李佳音的带动下 引发志愿者团队已完成志愿服务5万多人次 服务对象超过10万人 李佳音常常打趣自己 说自己是一个工作狂 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对待工作的热情依然高涨 如果我80岁,我身体好 我技术干,你哪个时候不要我 我就哪个时候不干 我已经答应了 我说出的话,我会不会改变的